这是少林苦行僧的罕见影像 2001年4月 在少林寺的后山三皇寨 天才刚刚亮 一位僧人就开始练习少林绝学新一把 这是少林武学最上乘的功法 是少林寺密布外传的镇寺绝技 眼前这位僧人叫做士德剑 是少林禅武一帝四代传人 1994年 他便开始 来到这里过着半隐居的生活 只为潜心研修少林禅武一 虽然前面就是万丈悬崖 但是得见禅师如履平地 收放自如 有时 白天他会去少林寺 教授或者切磋武一 到了晚上 他就回到三皇寨 他形容少林寺是繁华的家 是繁华闹市的归宿 而三皇寨是清静的家 回到这里 他的心就很平静 一静一闹 少林寺和三皇寨 成了他两个不同的境界 得见禅师收留了几位俗家弟子 这些弟子已经跟随他学习武一 十年之久 得见禅师强调 想要学习少林禅武一绝学 首先有端正的心性 要有忘我 无我的境界 其次要耐得住清贫和寂寞 要有极为顽强的毅力 第三要有较好的悟性 要同时具备这三个条件 难上加难 这也是真正能承传禅武一绝学之人 一直少而又少的原因 自从1982年来到少林寺拜师学议后 得见禅师已经很多年没有回家看望父母 2002年1月 他收到父亲病重的消息 于是他来到佛像前 告假回家看望父母 离行前 他在三丁主弟子要自己好好练功 坐着火车 得见禅师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故乡 一见到故乡 心里的情绪难以言表 由于多年没有回家 得见禅师走错了路 母亲在门口迎接他 父亲在床上睡着了 得见禅师也不叫醒他 只是在旁静静地看着 这些年来 父亲一直有母亲一个人照顾着 没多久 父亲便醒来 父子俩再次见面 都欣喜万分 父亲的听力已经很差 得见禅师需要贴近他耳边说话 才能听得到 虽然父亲已经89岁高龄 但是还长着一头乌黑的头发 算命先生说 他能活到90岁 他自己也预感十日不多 听着父亲讲述这些年的生活 得见禅师开始泣不成声 父亲也跟着哭成了泪人 当天晚上正值除夕夜 一家人久违地团聚在一起 吃年夜饭 时间转瞬即逝 过完年的得见禅师 就要再次离家 临走前 他特意在院子里打一套少林拳 第一次看到真正的少林武功 父母看得目瞪口呆 也感到无比自豪 打了拳后 得见禅师和父母坐在一起聊天 母亲贴着父亲的耳朵 告诉他 儿子今晚12点的火车 当得知得见禅师 要去日本切磋武艺时 父亲告解他 不要教日本人武功 就算再高的报酬也不能教 他还叮嘱得见禅师 要多办好事 多帮助有困难的老百姓 多办好事 老百姓有困难 不就是让人有帮人 这么多年来 得见禅师一直在行医救人 但是现在自己的父亲病重 他却无能为力 实际上 他这次回来连路费都不够 这一次分别 可能就是他与父母最后的一次见面 好在父母都很支持他 自己的儿子是少林弟子 习武学医 治病救人 令他们感到自豪 那天晚上 得见禅师坐着火车返回三皇寨 车上他一夜未眠 一年后 他的父亲去世 享年九十岁